第二次梦 我还不明白 我是真的为你爱了 谁比时间奔倒给错在 终于忘记你的时候 你却现在我的梦里 说我好丑 我笑着低小头 经过李文一闹 好声音直接被送上热搜榜第一名 不过李文终究改变不了 学员周飞哥的结局 不过是他多唱了一首歌而已 在齐静一的突围赛中 李楚楚胜出 获得最后一个五强命额 自此 2022号声音全国五强正式诞生 分别是梁允寅 蔡紫一 潘运琪 王泽鹏 李楚楚 我像你了 像拥抱的清晨 你能像每一系红柜老的风 偷着眼黑龙上 你都不愿说 反正习惯自我愈合 你都会忍了 紧急的大声的呼喊我 今天重点来聊聊 蔡紫一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谁都看得出来 她是今年节目组 捧的最明显的学员 甚至比去年节目组 捧王静文都还要明显 不过在我看来 节目组捧归捧 但未必会让蔡紫一夺冠 肯定有网友说 这还需要你说嘛 蔡紫一签约了公司 节目组肯定不会让 别人家的孩子夺冠 确实这也算一个原因 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因为签约了还可以解约 至于违约金 就不用蔡紫一担心了 所以作为签约艺人这一点 并不能阻碍蔡紫一夺冠 而我认为蔡紫一之所以不能夺冠 是因为她各方面都不符合总冠军标准 首先是唱功 就拿这一季学员来说 蔡紫一的唱功在其中排不了前列 最多属于中等偏上水准 这样的水准想要夺冠几乎不可能 我继续想要夺冠几乎不可能 但它不能阻碍 因为别人家都要夺冠军 你现在就要夺冠军 Offo Experience czy 黄辣军楼 为什么想要夺冠军 你也要厉害 我还是想要夺冠军 我会还能夺冠军 你男生如果要夺冠军 你怎么想要夺冠军 你这么想要夺冠军 我的天可以不想夺冠军 你自得 做法细军 我想要夺军里面 Clark 其次是形象 蔡子怡就是太漂亮了 所以才不能夺冠 因为节目史上的女冠军 没有一个是颜值特别出众的 就拿张碧晨和单依纯来说 只能说中等篇上 《五合月》很有港星气质 《五合月》不如同济的姚小棠 至于邢寒明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恰恰是那些长得很美的学员 反倒不能夺冠 比如陈冰 马盈盈 萧凯业 姚小棠等 蔡子怡就属于陈冰他们那一波 最后向来被节目组捧得很高的学员 反而会从高处摔下来 之所以要捧蔡子怡 无非是因为她是这一季的颜值担当 排面总是要的 看看网季节目 哪一季总决赛 没有一两个美女学员呢 综上所述 我认为蔡子怡夺冠的可能性很小 且不说概率为零 估摸着也就两三成 我个人更看好李克勤战队的梁玉盈 我也提过命运的晚宵 只是时间过的那些枯燥 一杯清水一块棉帽 想你了 想拥抱的清晨 想念的人 在长角避风 她的颜值就属于张碧晨那一种 肯定算不上角色 但看得过去 而且梁玉盈长得有几分像梅艳芳 从实力来说 梁玉盈也是上得了台面的 我认为在今年的五强学院中 最有可能夺冠的就是梁玉盈 从目前网友们的评价来看 梁玉盈是夺冠呼声最高的一个学员 不出意外 今年的总冠军应该就是她了 我低谷光浪漆 起码也不会忘掉 梦梦的本来 今闻过的夜色 想挽留你的转身 走长大的模样 看到这里 肯定有网友出来反驳 说李克勤去年第一次加盟好声音导师 就当了冠军导师 连陈奕逊 谢霆锋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今年又让她当冠军导师 可能吗 确实 李克勤作为香港导师 第一次当冠军导师 已经给足她面子了 再让她当冠军导师 好像说不过去 不过 大家别忘了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重要年份 因为这个原因 节目组再让李克勤当冠军导师 难道我们还能说不吗 所以李克勤再当冠军导师 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看到李克勤了 带我看 看 浮身 诱 这 困